那麼這種類型黑眼圈 既然要減少顏色 如果你去濕敷啊 或者是眼磨啊 或者是他眼霜就沒有什麼方式的 之後到底還有什麼方法會有方式的 各位好 我是黃伯瀾醫師 今天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有關於黑眼圈的問題 那麼黑眼圈主要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屬於 解剖型黑眼圈 有一群病人 他從小就會黑眼圈 我們如果仔細看 會發現是在 淚溝的位置 你可以發現到上面的皮膚 其實顏色是正常的 仔細看的話 這個地方有點凹陷 那麼這個凹陷的位置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 我們的淚溝韌帶太短 其實像是從小就這個樣子 就這一群人 他就會因為 淚溝韌帶太短出現一個凹陷 知道光線從前面或上面投射過來的時候 會在淚溝的地方形成一個陰影 所以這個凹陷的位置 看起來就會比較OK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解剖結構型的黑眼圈 那麼第二種的話 是屬於色素型黑眼圈 大概分成兩類 有些人他是整個眼周 顏色都是比較深的 那麼這一群人的話 通常他會從比較小的時候 就出現色素型黑眼圈 他不管在什麼時候 他的顏色都是一樣的 很一致的深色 這是第一種 那麼第二種就是 當我們就年齡以後 我們的眼周的色素 開始出現變深 而且不均勻的變深 那麼這一種地獄 如果他跟淚溝長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到底是 色素的異常有沒有存在 尤其是不仔細看 會有辦法分出來 那麼這個時候的話 移植通常都會往下拉 去看看這個顏色 怎麼跟著 淚溝的位置跟著改變 那麼如果說 他在往下拉的時候 淚溝的位置沒有改變 但是顏色也跟著往下 那麼這個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病患其實同時有 色素型黑眼圈 加淚溝型黑眼圈 那第三種的黑眼圈 就是屬於是 眼周的靜脈 血管擴張所形成的 主要是來自於 我們顏色 有些人皮膚是比較薄 而且比較白的 那麼這些比較薄 跟比較白的皮膚 相形之下 如果出現 深藍色的網狀的 肌脈血管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到 這看起來 顏色上比較黑 所以這是屬於第三種的 血管型的黑眼圈 解剖結構型黑眼圈 解剖結構型黑眼圈 是因為 雷溝韌帶太短 所造成的 雷溝韌帶太短 是屬於先天的類型 但是我們知道 年紀變大了之後 眼袋會越來越明顯 眼袋的下方 也會出現另外一個影響 那麼這個眼袋的位置 就是在 雷溝之上 那我們知道 雷溝有些人 已經有一個凹陷了 如果說 它的上方 再出現一個眼袋的話 它在正上方 就會出現一個 更大的一個眼袋面 所以為什麼 我們在 這種解剖結構型黑眼圈 在年紀大的一刻 通常你的時候 會越來越嚴重 就是因為萬一 眼袋有出現的時候 它的黑眼圈 就會變得更明顯 這個時候 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所謂的填充劑 那麼眼周安全的填充劑 比較有比的 實際上就是 所謂的 骨尿酸 如果是雷溝韌帶 偏長為主的 所謂的黑眼圈 通常兩邊怎麼支撐起來 就會變好 但是如果是 雷溝韌帶 偏短的黑眼圈 這個時候通常 它的雷溝韌帶的上方 最好就要擺上 很薄很薄一層的骨湯酸 眼睛皮膚的 薄的程度一半來說 是小於 一定要穩 那骨湯酸如果擺得太多 就會遇到 我們早先會容易遇到的 所謂的毛毛蟲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開始講到 色素的黑眼圈 色素的黑眼圈 是跟 顏色增加是有關的 不管是均勻 或者是均勻 那麼這種類型黑眼圈 既然要減少顏色 如果你去濕敷啊 或者是眼磨啊 或者是 它眼霜就沒有什麼幫助了 之後 到底還有什麼方法會有幫助的 那第一個就是 我去減少它的顏色的產生 通常這個時候 有人會擦一些 美白的一些產品 不管是美白的 藥品 或者是產品 化妝品 還有美白的成分 都或多或少 可以減少顏色的產生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倒是可以使用 這些的話比較有名的 就是像是對本二分 陸就化出來 各位都可以嘗試 用在這些地方 但是要記得 因為這些美白產品 對於某一些 膚質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會是一個刺激的部分 各位在使用的時候 一開始 不用的量要少一些 來減少 避免這些產品的刺激 對於眼睛皮膚 造成的一個厲害的現象 那麼除了這些 外用的產品 可以使用以外 還有哪些可以使用 Demail雷射 或者是紅寶石雷射 Demail雷射 可以減少色素的形成 那麼紅寶石雷射 如果我們使用的是 屬於一個 Traditional Mode 所謂的飛縮型的 或點陣型紅寶石雷射 這個都可以讓我們的 黑眼圈 就色素的都可以減少 但是一定要記得就是 因為這個位置 如果膚色比較深的話 風點密度偏高的時候 都可能會增加 色素層面的貢獻 通常用這種 所謂點陣狀的 或者飛縮型的 色素雷射 緩慢局部的去 改善這些顏色 是可以得到 很大的幫助的 所以這是屬於 色素型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 就是靜脈 所引起的黑眼圈 那我們知道 靜脈引起的黑眼圈 通常是因為 膚色比較白 這個時候 通常能夠使用的方法 如果大家會常常說 就是睡多一點啊 然後鼻子過敏的問題 把它解決以外 另外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 就是用 所謂的 LongPost 1064的雷射 是所謂的 是長脈充的類型 這種長脈充類型的 1064 MDF laser 是可以在治療的時候 慢慢的把 這些血管把它封起來 這樣的話 當這些 靜脈血管變少 或者關起來的時候 這個 所謂的 靜脈血管的黑眼圈 就可以得到 很大的改善 以上就是 就 它的原因 跟可能的治療方法 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敷茶包啦 塗眼霜啦 或者甚至用一些眼磨之類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它們有時候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它都會增加 腳尺體的保湿的程度 它就會讓 皮膚的腳尺層上面的顏色 稍微變得有點淡 大家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通常在游泳池游的時候 下水之前 關一手比較黑的人 下水時間久了以後 皮膚的膚色變比較白 甚至有一些 第四牌電視廣告上面會用到的 就是擦了某個保養品之後 然後呢 就看起來皮膚立刻就變白 實際上都是利用 腳尺層的含水量增加之後 造成光線的反射量增加 所以當我們皮膚表面有 全反射的光線增加的時候 這時候皮膚就會看起來是比較白 這就是為什麼 在用自己天方的時候 都會暫時看起來比較改善 那這種白的情形 只要在含水量減少的時候 它就會恢復原來的狀況 漸漸型黑眼圈的話 如果您要得到徹底的改善 就是一個方法 因為你必須要改變那個 解剖機構 那當然問題來的 你年紀大了之後 改變那個解剖機構 還是有很多一些改變 所以你年紀大了之後 可能非常多年之後 或許 有可能還要再多一些處理 那我如果去做特別不同類 比如說我是屬於 類勾型的黑眼圈 如果我就要去製造類勾 類勾韌帶比較短那種類型 我會在鐵輪大機之上 鋪上一層很薄的波尿藥酸 這種類型的波尿藥酸 必須使用一種 比較流動性比較好 因為距離比較差 分子特別小的波尿藥酸 那麼這種類型 它通常要含水量減少一段 大概半年後的時間 所以隔了一段時間後 就應該會需要再做 這種比較局部的一些施打 那所以 這是屬於在用波尿藥酸 注射的黑眼圈的部分 如果是因為眼袋 所造成的黑眼圈加重 除了手術以外 也可以使用所謂的聚焦團 過來做脂肪的一個減少的動作 這是屬於 所謂的接口結構型的黑眼圈 色素型的黑眼圈的話 我們知道顏色會隨著 紫外線的照射 或者是比較疲倦 或者是你有沒有去揉它 這些都會造成顏色的變化 而且這些都是變深 所以色素型黑眼圈的話 通常你比較需要 所謂的保養 你這些的不管是用的藥物 可能會需要長期要查 如果你打的是雷射 這一類的部分 可能打完後隔一段時間 你把它好好去做防曬 然後盡量減少 因為日曬後 顏色又再變出來 或者甚至你早就睡 不要太累 有些顏色會隨著 我們的生活組 可以做一些變化 那麼另外的話 就是所謂的靜脈 琴的黑眼圈 比如說我可能會常比賽 可是我沒有去搭那個雷射 所以導致說那個部分 沒有得到很好的一個治療 那麼這個時候 有些人就會認為 如果我的名字或過敏 都放比較嚴重的時候 頻率也出過比較深 那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說 有接受過很好的治療 通常肌脈的時候 短肌破壞的差不多的時候 通常要在步伐時 比較不容易 我們早睡的時候 肌色會變得比較淡 生活做起比較正常的時候 而且如果我們也做好 我們的防曬 都可以讓這個黑眼圈 特別是色素型的黑眼圈 都會得到比較長期 穩定的狀態 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些不同的黑眼圈 在面對的時候 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你的黑眼圈是屬於哪一種 是一種還是兩種以上 那不同的類型 會不會有一個處理的方法 你們就知道 不是叫做我 拿著茶包子一下 我有用的影片 訂閱一下 那就可以得到改善的 這麼簡單的黑眼圈 有問題的話 記得要找相關的影片 推休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喔 好 喜歡我們的小鈴鐺 對不對 喜歡我們的小鈴鐺 對不對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打開啟小鈴鐺 你講解 7